你好 你好 你的角色昨天被人拘捕了 是呀 最有應得的 最難得是因為我拍的時候 拍之前我只收劇本 我不知道誰是做我殺個人 然後去試三個就超驚訝 因為是試隔五年之後 再跟李文芳同框拍劇 再跟我一起 因為你們說你們的角色很像 故事量度的時候已經是這樣想的 然後我們特意 她好像剪了一點頭髮去遷就我 她真的很有心 而且最難是 其實Lucy是冬章很忙的 她是故意一完 有一晚我們拍到天亮 但你那個妝也挺難搞的 因為你是扮演一個很嚴重濕疹的人 化了多久 但你自己又辛苦化這些妝嗎 化每次都是三個小時 下妝就是一個小時 因為她是用全防水的一些特技妝 也請了電影公司的一個特技花公司 幫忙搞的 我最深刻的是 有一場在碼頭戲 其實那天是三十多度的 那 真是人生真是不好意思 第一次是要Shiga和天余等我回頭 因為一熱 他們很認真 即是真的要很真實 還有我拍到後來 我的手自己都關了一點 就是人們都說真假難變 就是這件事 很辛苦 但我值得的 真的 那你的角色呢 昨天就說是因為男朋友變心 是啊 那男朋友好像是麥秋成 是啊 那你之後會不會有交集 還是說你的角色就不會再出來 好像在回憶裡面 麥秋成不簡單 哦 是壞人來的 可不可以劇透一下 那是壞人來的 是怎樣的 你想一下 我不漂亮 找回一個跟我差不多樣的人 她是壞壞的 還有我 這套是第一套 之後有兩套 都是跟她一起 但是沒有好結果 那次都 都是演情侶 還是什麼 情侶 是啊 你們打算做CP 但她現在已經是遙遠的另一方 但我只顧著她是秋成 那你接下來會有什麼新的搞作 或者新的戲會跟著拍呢 現在其實一直在做一個大課節目 都一直在去不同的餐廳 和周志康和美琪 其實是一直在來的劇透 就是這些節目除了吃之外 原來會帶香港的朋友去做SPA 和浸東西 那要不要再永遠 他就是說我開始吃太多 要減一減 我也是拿了批評的 我老公是給我參與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節目都好玩好吃 我覺得為工作犧牲我很不錯 最重要是好玩 那你提起老公 現在關係已經和好了 也慢進了一步 又是院友誼班 升到高班 但早上我見你們都很開心 有打卡一起 我覺得始終結婚也是我們之前拍拖這麼久 也是要磨合的 的確這段日子 我早前戲館出了事 他真的很照顧我 他又弄東西給我吃 然後又幫忙配藥 他直接是在辦公室的時候 有一期坐在廳裡不敢開電視 因為他聽到我怕我喘氣 他經常說死了 我怕你死了 在房裡也沒人知道 雖然他這樣說我覺得很好笑 但我知道他很關心我的 所以現在也挺甜蜜的 開始磨合生活模式 其實一直都磨合 都是雙子座加八陽座的碰撞 我見你有時都挺提及星座 你會否特別看這個星座屬性 是 我都挺迷信的 亦都很準確的 因為很久之前 我有去看相和找一個師傅 他說我都應驗了 他都說明 說這個會是你的真命天子 然後我怎麼會 那時候剛剛拍拖 我還是覺得他應該都是祝福我的 怎知又不經不覺 我一齊了那麼久 經過了那麼多事情 就在一起做 但你有沒有說因為這樣 因為你說迴想 會否因為這樣 而要找師傅看看留言會怎樣 其實每年都有 因為我覺得 反過來是寧可順其有 還有我們做這一行是 很需要人緣 我通常都是放一些避太歲 還有有利 就是可以多認識朋友的位置 這樣就放多一些東西 那你過過了新年 跟TVB說 我拍過一些學年節目 可以看到靈靈的那些 有機會的 因為我之前也做過樂意節目的嘉賓 就是學到很多東西 那時候又是臨結婚前 我就問李師傅 然後他也贈了一個字給我 他贈了一個什麼字給你呢 他贈了一個呆字給我 為什麼 口字做一個木字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很呆的 不是啊 他說是有一個人在樹下 不知道怎樣等你 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這個是你先生 你老公 是 挺有趣 你會怎樣解構這個字 等你 不是 我請求他解構給我 直接拿到我 是 最好的拍這些節目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師傅 可以給我一些提供 可以認識多些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